好 赖皮疗现在是不是被认证了 维建政绩曝光 那么在第二场的政见发表会 大家好 包含了他的对手 后有一颗文哲 频频的炮打赖清德 现在赖清德老家成为选举的攻防议题 那么新北市政府以航测图来判定 这个房产的部分 在2003年之后就是新增的 结果遭到民营党发言人 朱冠廷指于说 这个是套上个汇定图的偏移 两张的对照图差了1.1倍 那么你可以看到在这边 现在他说新北市府的定位推断 就是个彻底的笑话 还说绝对的坐标就是绝对的谎言 要来再次打脸胡说八道 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定位点 他说这是个绝对坐标 但是新北市府说资料判读 采取是绝对值的坐标比对 那么朱冠廷也再次来说 这是绝对谎言 说在这个定位的部分 没办法套用不同时间的年份 同一个坐标光是回推到2002年 就已经你可以看到在这边 他说太离谱了 好就呼吁说呢 要赶快呢 不要为了选举来帮长官背锅 那新北市府再来轰 不要再次的不懂装懂了 好使用图资都是来自中央部会 卓冠廷身为个执政党发言人 难道是不是来质疑说 在这个国家航测图 这个图资有问题吗 事实上只有一个就是说赖清德的老家 在44年前 那么当时是一片树林 所以定位点上是没有任何的建筑物 现在呢在这个新北市府表示 也告诉卓冠廷 好你现在这样的说法呢 也告诉你难道你认为说 这个中央部会这样的一个航测 是有资料的吗 因为根据这个定位也表示说 并不是卓冠廷所说的是个绝对的一个坐标 那么我们要持续再来关注 除了这个老家的部分 来看到在政典会上 大家都来批评 包含了民进党执政 让台湾成了一个诈骗之导 甚至大家也认为 在这个包含你看到的数据上显示 诈骗多到不行 那国家成立了打诈国家队 但是怎么越打越多 政府还编列了27亿的打诈经费 结果钱花到哪里呢 根本就是一个台湾之耻 柯文哲再来加码 再来批评的是新竹市的前市长林志坚 林志坚的论文抄袭 当时全党挺艺人 还有其他抄袭的人都升官 他说这是品德教育最差的示范了 抄袭的人还升官 最差最差的示范 另外看到呢 那包含了在这次打诈 是在侯友宜在第二次政见的部分 主要有关注这个部分 还有呢这个上一次论文 大家关注再来 其实三位这次都很关心 在居住正义的部分 所以居住正义再次成为焦点 那么在首场的政见会上就交锋 第二场呢再来提 赖清德就紧咬的在这个新北的部分 表示在新北这边有个成话用地 喊话侯友宜增加 一万多户的社宅 如果做不到他来做 那么侯友宜就说了 好不要呢 这个不管是当台南市长啦 还是当行政院长来看到你的任内 事实上什么呢 一户都没有规划 八年说要推三十万户 但是在哪里 那另外呢 在这个赖清德部分也再提出了 是2025非核家园 在这部分呢 认为说能源转型成功 缺电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不过要问问大家 你认为说缺电的时代 真的已经过去了吗 那么柯文哲就指一说 赖清德能源政策 朝短线怎么选总统 同时呢也来批了国民党的部分 那现在也可以看到 这个赖清德不是说要干净的煤吗 侯友宜就说了 这根本是背离的国际的一个潮流 那么也大酸所谓干净的煤 但是肺腺癌看到到现在 还是全台第一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赖清德的部分 尾潘呢还搬出了蒋经国 说蒋经国曾经提出台湾 没有台湾问题 只有中国问题 放弃了路归根 那你认为说那国民党 难道是金国 对得起金国先生吗 那现在在两岸的部分 当然呢也是这个三位总统 候选人 好非常呢 关注他们的未来走向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赖清德台独 侯友宜就说了 这是两岸跨不过的万重山 还有就是在这个教育的问题 柯文哲就说了 民进党意识形态 介入了大学自治 好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部分 那包含了你来无往的攻防站 当然最主要大家还是关注在 这个赖皮疗的部分 那么这个维建老家 现在又有新的一个爆料了 根据公职人员财产申报 就发现赖清德2008年 2009年当时他是立委期间 依法所有的财产都是要申报的 但是在万里维建的84号地 当时只有申报了土地 并没有这一栋的维建 而且呢在当选台南市长 立刻移转到他的儿子的名下 因此现在也被炮轰 根本就是知法犯法 赖清德老家为建 照报是赖姆 2004年购入新土地 赖清德当立委在砍树盖为建 从头到尾 根本不是他爸爸留下来的旧公僚 赖清德的谎言一一被戳破 如今更离谱的爆料再曝光 根据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专刊 发现赖清德2008年跟2009年 在他担任立委期间 依法必须财产申报 但探开他的申报内容 除了一笔台南建物 还有两笔土地 其中一块就是万里违建84号地 但离奇的是赖清德只申报土地 却没有申报这栋豪华违建洋房 他为什么没申报 违建嘛 也没有报税 他那个没有报税 他就是违建 当然不敢讲 那就是他不申报 申报不实 不实警察要查 表示他明明知道这是违建 所以不敢也不能申报 赖清德是明知故犯 兰尾爆料赖清德不但没有如实申报财产 已经违法 更何况在矿业用地砍树 盖为建最佳一等 矿业用地的建比率 20% 赖清德讲清楚 这一看就不是20% 违反矿业用地的相关规定 新北市府日前拿出内政部卫星航拍图 证实赖家现在的84号地 在民国92年前就是一大片树林 赖伴说比例此错误 市府公布新影片直集内政部系统 以坐标定位看赖家违建发展史 证明赖清德就是当立委后砍树盖为建 民进党内在爆出违建争议 来因质疑赖清德违建打死不拆 更没理由要求别人拆除 更加凸显为了选举狂打抹黑乌贼战 记者张正明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好几张图让大家来看个清楚 一图看出赖皮疗49年的变化 赖清德现在深陷了万亿老家的争议 梅田张宇轩在社群贴出了 赖皮疗成长史权记录 根据这个照片你可以看到 从49年来老家的一个变化 首先来看到在63年 民国63年的时候 当时就已经出现了 到了66年的时候 在这个部分范围扩大了 而且呢 但当时还是个独栋的 到了68年可以看到 原本是独栋小变大 再来看到呢 一变三 到了这个68年 已经变成了3000 那么最后在民国73年的时候 拆分完成 那么到了民国91年 在这边再来看到 又开始增建了 在左右扩建 甚至呢就出现了 大家现在看到 有庭园造景啦 还有步道等等等 最后就变成是 现在102年赖皮疗 近112年的现况 好整理出来 大家就说 在长大后买来的土地 还会冒出一间 充满儿时回忆的豪华公寮吗 还有这个公寮 难道是会细胞分裂吗 越来越大 赖皮不要脸天下无敌 来看到呢 这是一个赖皮疗的成长史 那么赖皮疗 现在赖青德 面对这样的争议 不断的闪躲 但是在政见的发表会当中 攻击了国民党的黑金体质 被点名的立委 现在傅昆琪 忍不住回呛 根本就事情会打岳飞 好黑金总度就是民进党 选战倒数蓝绿攻防 赖青德却在政见发表会上 批评国民党是黑金体质 更点名花莲副将 让立委傅昆琪 忍无可忍重炮回击 这个就是勤快 在骂岳飞 赖青德把台湾 带向一个腐败 贪污 面向战争的 非常围奇的时刻 去年九合一 傅昆琪来担刚 全国服选的工作 也是民进党最惧怕的人 兰威点出执政党贪腐 十大弊案 从疫苗采购 超私鸡蛋疑云 台南光电炉扎案 到高端炒股草草料事 尤其绿面对自家人的黑金争议 像是台南市议长邱莉莉 在政府议长选举期间 涉入汇选被起诉 以及台南进发局前局长 甚至接受性招待 而且收贿遭判刑 还有民进党前中指委 郭再卿 更是卢扎案 主贤跟巴巴掐案的关系人 黑金的总舵 就是在民进党 而总教主赖清德先生 全国第一的黑金弊端在台南 你要怎么解释清楚 来应更炮轰 政府插币没白癖 却对到大陆旅游的里长 无限追杀 而现在更质疑 打炸大张旗鼓的国家队 难道已经沦为笑话了吗 越接近投票日 赖兴的抹黑抹红手段进出 侯友宜不能接受 强调治安是他的专业 各样又包容 迎回台湾 最近看到这个侯赖科三个人 三位总候选人都有房产 或者是农地的正义 那么在现在 新新闻的民调 做出一个最新的调查 第一章 首先我们来看到 赖清德在这个北市万里老家 在新北市万里老家 被直视违建 那么你认为说这个争议 对于赖清德选情 有没有影响 在这个部分认为 非常有影响的 来到21% 认为有一些影响 大概35.5% 加起来也就是说 有过半的民众 56.5%的民众 认为有影响的 35.2%的部分 认为是没有影响 至于接下来看到 如果是侯友宜 侯友宜的家人 在杨明山103间套房 租给了文化大学学生 你认为这个争议 对侯友宜的选情 有没有影响 在这个部分 非常有影响 14.2% 有一些影响 31.8% 所以在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有46%的民众 认为有影响 不过有43.2%的 认为没有影响 这个部分 大概是一半一半 至于在柯文哲 柯文哲在新竹的 农地违法改建 来成了收费停车场 您认为有影响吗 在这部分也是一样 非常有影响 16.9% 有一些影响 39.7% 有过半 56.6%的民众认为有影响 另外32.3%认为是没有影响的 好 针对这些争议 我们持续要来看到了 侯友宜呢 在27号 她今天在这边 已经是回到嘉义 来拜票 是第11度回家扫街了 这段民进党 现在围剿的凯学院的租金 侯伴也公布了 侯友宜的泰坦 任本人的公开信 她也说了 这个绿营挖空心思 最后用一栋 属于我不属于她的房子 来攻击 所以认为说 侯友宜真的是 没有什么缺失 能够让对手来批评 来供批判 那么过去侯友宜 在选新北市长时候 也曾经就出面来说明 这个土地呢 并不是她的财产 是太太依法继承的 现在在牵扯到太太 侯友宜也对她的 岳父岳母感到抱歉 第11度回到故乡 嘉义拉票 看得出侯友宜 惊秀情 我是侯友宜 我是侯友宜 男亲头亲 友宜亲 总是把家人摆第一 好友宜低调保护 却从不曝光 但如今绿营猛攻 文大凯学院 让后宜太太任美玲 亲手写信讲清楚 强调绿营挖空心思后 也只能用一栋 属于我不属于她的房子 来攻击 我将把这栋房 交给崔妈妈包租 代管作为社会住宅 侯友宜也因此事 牵连到我 对我父母身怀歉意 认为这是家族土地的经营 这件事情 我们不退缩 不闪避 因为我们没有做错事 凯旋院的土地 并非是侯友宜市长的财产 是她太太原有财产 是她太太依法继承 属于太太 不属于侯友宜的 当然市长 这两天也讲了这个小故事 当初是她的丈母娘 当着她的面 说刑警的生命 随时可能会失去 所以盖了这个房子 由岳家来照顾女儿孙女 后来侯市长的太太 继承了这个财产 所以这个财产 根本不是属于侯市长的 目前这个房子 在幼育公司的名下 所有的股东 都是娘家姐妹及子女的 然而民进党三番两次 拿文大宿舍想打猴 波及到猴家人 也让侯友宜很不舍 其实早在选新北市长时 侯友宜就曾正面迎击 百几天 百几天发票 十年里都保存在这里的环境 这就是我合法缴税 最好的财政 侯友宜一向为家人挡在前 然而绿营抹黑凯旋苑 逼着太太不得不出面 也让她实在好心疼 见识文贤 陈欣益 嘉义采访报道 太阳星全校客废尔 益生俊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俊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益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俊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俊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耸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